老師我們上禮拜講的骨肉分離跟之前我們八卦在講撐筋拔骨 它到底是一樣的東西嗎 還是其實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應該講這個練法是第一步 你先要分得開 你分得開你才能找到筋 你才能做撐筋拔骨 你做撐筋拔骨 你如果肌肉參與的話 你不可能做到撐筋拔骨 老師你講分得開跟肌肉放鬆 一樣啊 你要肉弱你就要放鬆啊 你肉弱了放鬆 肉弱了骨才會出來嘛 所以你一般活動那個肉跟骨在一起啊 在一起你不可能做撐拔的啊 因為你受到肌肉收縮的限制了嘛 所以應該要先做到先能做到這種骨肉分離的分離開了 因為撐筋拔骨它都在骨上面嘛 都在關節上面嘛 所以這個裡面是沒有肌肉收縮的參與 肌肉鬆的被伸展開的參與 應該要這樣講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是第一步 但是這個不好練 問題都在這裡 都在這邊 那我上次現在教你們這個是一個新的嘗試 就是一個新的練法 一個新的練法 看看你們是不是這種練法會比較快 比較有效 比較有效 對 那一直以來都在改變練法 我們上禮拜講的拉扯力是指的是骨結之間拉扯力 不是 這個拉扯力是肌肉跟骨之間的拉扯力 所以是骨的 我們骨的表面跟肌肉 對 所以是那個拉扯力 那個的拉扯力 還沒有到筋 所以筋跟膜是兩回事情 那我們一般都是先練筋 對 我講的先練強的 你強的練出來了 強的力量會延伸到膜去 這個是這樣的練法 但是你練筋的時候 你不能讓肌肉鬆掉 不參與 那你那個筋就沒有辦法練足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要撐的時候 你就用力了 所以現在是教你們去嘗試先把肌肉能夠懂得 這個是骨 那個是肉 能夠把這個感覺找出來區分開了 所以你那個肉落下去 落得足夠了以後 你會感覺到它跟骨頭之間有一種牽連 所以我這邊講的拉扯是指這個 它不是很重的拉扯 不是像我們在練這種東西的拉扯 很輕的 因為這種利用地心引力來做的這些練習 它都很輕 需要慢才感覺 要慢 要慢 對 那個公正問 他們問到 然後我上禮拜 上次教你們的那個肉落 是不是 落的時候 肉帶骨 我說有一個拉扯力 那個拉扯力跟我們做這種東西的拉扯力不一樣 它是膜 它那個拉扯力是肌肉跟骨頭之間的 肌肉跟骨頭之間有膜的連結 所以你肌肉鬆掉以後肌肉的重量下來 你會感覺到有一個拉扯力 所以這個不是在做成金把骨 這種骨肉分離不是在做成金把骨 它應該是在成金把骨之前 你能夠分得出什麼是骨什麼是肉 你才能夠再做成金把骨 因為成金把骨的動作都在筋骨上面 不能讓肌肉收縮的肌肉參與 所以你們現在練成金把骨很久 很久抓不到重點就是什麼 就是你一再做這種成金把骨的時候 你的肌肉就收縮了 所以我現在給你們的練法 就是讓你去你要去體會到肌肉跟骨它的分離 你要去感覺到它們是兩家東西 我用這個的時候 用肉的時候我不用骨 用骨的時候不用重 所以這個是應該是第一步 它不是很深奧的東西的 所以骨肉分離不是很深奧的東西 只是我們要很專心 你要不要換骨 你要不要換骨